教诊回归的总数 应该327例 确诊个案不断新增 从近一周本土确诊 加上校正回归数来看 25号是542例 27号667例 直到6月1号新增327例 确诊数略减 指揮中心因此宣布 未来考虑不公布 校正回归个案 但令人担忧的是 60岁以上的重症率 提高到三成 需要用呼吸器的人数 目前是224例 在全年龄层的重症的比例 今天更新的数字是16% 如果是60岁以上的个案的话 这个重症的比例是30% 新增的13位死亡个案中 有两人是属于院内感染 案2786是80多岁男性 5月5号住院31号死亡 案7483是80多岁女性 同样5号住院31号死亡 两人都是接触同病式 绝诊者染疫后才死亡 更可怕的是 中研院指出 未来可能有台湾变异株 目前新冠变异病毒 以第六型为主 但已经产生的变异子型 有600到1200种 本土疫情风暴尚未停歇 该如何守住 不让疫情持续升温 是当前最大课题 很多人不考虑 新冠变异株